哈囉大家好,我阿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快跟界的大魔王 向主七速 相信是很多朋友想要了解的內容 那這支影片其實我到今年才決定要開始做 然後開始嘗試發根 嘗試過後呢就如同手圖那樣子 這次失敗了 那很多人就覺得 那你失敗了這集要分享 我覺得其實過程中我學習到蠻多經驗的 然後很多的判斷是我一開始不了解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在挑選上啊 然後一些判斷上的一些經驗 那也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對想要挑選 向主七速無根的朋友們 有一些建議 然後可以燒彩一些雷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內容 我們就廢話要不多說 開始吧 那麼一開始要跟大家分享之前呢 想來跟大家聊聊 有根跟無根的這個植株 為什麼我不直接買有根的就好 再以向主七速來說 價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的價差通常會落在10倍左右 無根的大概是1萬塊 那有根的就會落在10萬塊上下 那因每個植株的大小形態不一樣 那價差會有一些落差 會這麼大的原因也是要提到說 進口的流程跟規範 通常呢 向主七速是要去根的 就導致說向主七速的存活率相當低 那為什麼會很低呢 它不是快根植物嗎 其實啊 它跟我們認知上的快根 是有蠻大的不同的 它呢 其實就是一棵樹 它的快根其實真正在於 圖表底下的蘿蔔根 在圖表上呢 就是它的軀幹 也是它的樹幹 那這一部分呢 體內就比較少的水分跟養分 它要再進行發根 就有相當大的難度 聽說啦 10顆只有一顆會發根 也有可能會全軍覆沒的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發根的植物 那麼這個價差也就吸引了很多的朋友 像是我這集 也很想要嘗試發根5根的 但要坦白說 這個機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這一集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今年的3月份 入手了兩顆 相組起訴 我入手的價錢 是在 2萬跟1萬8 但兩顆的體型呢 都超過10公分 是一個蠻大的個體 那有一顆甚至到了17、8公分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親身經歷的過程 那在挑選這兩顆的過程中 我簡單的分享一下 我挑選的這個角度 第一個就是大家一定會看的 就是形態 簡單來說就是要挑選自己喜歡的嘛 那第二點呢 我會看的就是 軀幹底下的那個肌部的長度 很多會聽到說 染菌的狀況就是從肌部侵入到內部嘛 所以如果你底下的肌部夠長的話 他侵犯的這個長度就需要一定的時間 所以你還有地方可以切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認知啊 那就是我這兩者來做挑選 然後挑到了這兩顆相組起訴 但入手了之後才是噩夢的開始啊 其實入手了之後就覺得 欸好像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到底要怎麼判斷 那也很少人會教 要怎麼判斷相組起訴的健康程度 在沖洗的過程中就發現到 其實這兩顆都是有透率的 透率的狀況下 其實我就覺得 欸那應該蠻有機會的 那時候枝條是捨不得剪 就我會覺得說 那麼好的形態 然後不要成長成枝條 其實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就蠻捨不得剪掉枝條的 過了幾天 然後找了蠻多職友討論 跟分享過後 就發現說 欸蠻多職友會說 欸那個枝條可能要檢查 有一些職友分享說 他以前是枝條染菌 然後整顆就壞死 所以在隔了兩三天 三四天之後 我就把它挖起來 全身全面的檢查 檢查之後才發現 完了 不得了 好多地方 都有黑點 然後枝條的肌部 都是壞死的 裡面都已經染菌了 所以他已經染進去 那個塊根內部 那麼最終呢 也就是失敗了 他們兩個都染菌了 這個也不是 我很想遇到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 其實我認知到 有些地方是可以 提前先去做判斷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失敗過後的經驗 然後還有自己在判斷 未來的挑選上有哪些步驟 這個判斷呢 其實我會覺得 新鮮程度很重要 剛剛我們提到說 他的表皮要有些透律 來確保說他是新鮮的嘛 第二個呢就是 要看一下他的植株的狀況 他有沒有一些傷口 有沒有流汁 或者凝固的一些樹枝 這是需要特別去注意的 然後我會特別留意 他肌部的這個長度 第四個其實會特別特別看的 就是這一次我少看的一點 也是完全沒有想過 要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就是枝條 枝條呢 很難去判斷 因為你在單看圖片也好 然後看影片也好 真的很難去判斷枝條的好跟壞 那你真的要實際的去拿起來看 然後甚至是摸一摸 才會知道說 他有可能是新鮮的 或是他有可能是壞死 他有一些枝條是乾枯的 或者是有些皺褶 你會搖他的時候會有點晃 就代表他運送的過程 或者是採集的過程 有被摔到 折斷 可能有會造成一些染菌的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小心 以上這幾個就是外表 可以判斷出來的 裡面呢 還是真的非常難 他如果有撞擊到 他有內傷 或者是有一些狀況 其實從外面真的 能判斷的方式真的很少 這個順序啊 其實很多人都會以理想的型態 為第一挑選 以我現在的經驗來看是蠻錯誤的選擇 因為呢 通常大家會一股腦就是覺得 我一定要跳好看的 把根成功就賺到 當然是這樣沒錯 但是 往往好看的蜘蛛會背後藏著很多的風險 因為你覺得他好看 所以你就會去 忽略掉他的一些缺點 或者是少看的一些地方 你應該要挑選一個健康蜘蛛為第一優先 因為呢 蜘蛛健康的狀況下 你才有成功的機率嘛 你機率才會比較大 綜合來看我會挑選一個小顆一點的 枝條上不要那麼多 不要那麼的雜 因為枝條越多他的風險就越大 那機步長一點 然後 當然就是最終就是以形態來看 那麼要給大家的第一個建議 其實就是購買的這個過程 很多的朋友 會透過網路購物 網路購買的這個流程去做挑選 但對於挑選相逐技術 這個方式其實我覺得蠻不妥的建議 因為相逐技術真的是很多的死角 然後你要真正的去看每一顆的 的形態也好 或者是染菌的狀況 健康程度 這些都真的要實體的看到 會評估的比較精準 那你看圖片 看照片 其實會很多的死角 還有一點就是 我會推薦大家一次購入一顆就好 因為你沒有太多的心力 可以把很多顆一次購入好 或者是你有比較心態 就會覺得哪一顆比較好 會白白的耗費很多時間 在其他隔閡上 那還不如就 花一定的時間去耗一顆就好 在入手之前 還是要推薦大家 就是做好功課 去做好準備 然後還有一些器具 就是要準備好夾熱電 然後就是溫度計等等的 這些都是我覺得要先準備好 不要就是入手之後再來買 發根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難的一條路 就是我 自從這次經驗之後 都覺得挫折感蠻大的 那也很愧疚說 就是這一集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之後的發根的這個流程 其實要我再嘗試一次 在今年 其實我不太會再做這個選擇 因為一顆大概就一萬塊 那成功的大概就是十萬左右 那我們剛有提到說 以業界流傳的這個發根率來說 就是十分之一 那你為何不直接購買有根的 對所以在這邊還是要推薦大家 如果你沒有把握 然後也覺得沒有那個心力 去跟他好的話 會建議你直接買有根的就好 以上其實就是這次的經驗分享 那麼就希望大家可以以我的經驗 然後去做判斷 然後去做挑選 那以上呢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分享給需要的朋友 那也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是阿龍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